收到一台白色的iPhoneX 先将手机开机 然后我们看一下纸条 手机的故障是iPhoneX 面容点证不工作 导致录入面容的时候显示一高一低 屏幕上边的支架开交了 更换新的屏幕支架 手机使劲晃动 屏幕上边有异响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拍个视频 晃动手机感觉是内部有什么螺丝松动了 屏幕上边的屏幕支架和屏幕 确实是已经脱胶了 好的 这台手机维修面容解锁 更换一个屏幕支架就搞定了 首先将手机关机拆下尾部螺丝 小心地将屏幕拆开 手机内部非常的干净整齐 没有进行过维修 屏幕支架上半部分脱胶严重 设置面容一高一低一点 是点证芯片损坏 更换点证芯片和点证的排线 修好面容 换上新的屏幕支架 装好所有的配件 将内部清理干净 贴上新的密封胶 扣好屏幕打上尾部螺丝 最后开机测试